反核群眾在路過臺北市中校西路跟中校東路 癱瘓交通之後 網路上又有人號召群眾占領捷運車廂 臺北市行大鎖定一名貼文的周姓男子 今天從嘉義把他帶到臺北偵訊 不過他向警方表示 自己只是轉貼朋友有趣的私訊 並非原文作者 另外這一名自稱念過台大的男子也強調 他鼓勵民眾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不明白有什麼違法的地方 戴著黑框眼鏡 周姓男子在律師陪同下到警局接受 偵訊 因為警方懷疑他在網路上 PO文企圖號召群眾佔領捷運車廂 甚至還留言此寄聖廟 吸引上千人按讚和轉貼 播到案後 周姓男子卻堅稱自己不是原作者 只是轉貼朋友有趣的私訊 內容也沒有寫出時間或地點 怎能算是山洞 今年三十六歲的周姓男子畢業於臺大農業推廣學系 目前在嘉義中埔農會服務 今天被警方從嘉義帶到臺北訓問 文任律師抨擊 這篇文章只是鼓勵民眾要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卻被臺北捷運核市政府扭曲原意 台北市政府擔心真的有人要癱瘓捷運 昨天警方根據網路IP快速鎖定到周姓男子 儘管他一再否認違法 警方仍已善過他人犯罪的罪名 將他含送嘉義定檢數 這次英雷齊看不到